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狼肉的这款21年同样跟Spring Bank的21年一样 每年批次都会使用不同的桶 但是我手里的这款2022年是在100%的狼母酒桶里呈酿的 是狼肉公司给Pacific Edge公司装的这么一个桶 给他们总共只出了200瓶 这款21年的Bannerock是由调酒师Richel 以19世纪Space IV世纪为灵感制作而成的 它有在多种的橡木桶里面陈酿 分别为波本桶 沃尔珍橡木桶 PX桶以及奥勒罗索桶 混合而成的 酒精度数为46度 好了 这两瓶酒的简单介绍已经帮大家放松过了 那为什么这两瓶酒 这个绒肉是一个那个这边的一个酒商 他们的一个特别装品 所以正常我们喝到的狼肉的21年 一般是46 是46 那今天蹦出来的一个40.1度 这就是为什么他想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那不 因为我喝过 然后我觉得 不怎么样 对 看这个表情就知道了 一会儿我们再揭晓它的售价 我们先来盲品一下 请导演帮我们把酒先倒上 纯粹就是想让你试一下这个酒有多难喝 好惨 那我们先来尝一下 它的味道 它整体的烟熏 有点像木头里面 一点点的甜 基本上不甜就就闻着 它这个里面也没那么 怎么说没那么臭 就没有那么消毒水 没有那么消毒水 我还蛮喜欢它这种烟熏 你肯定喜欢 因为它不甜 它这烟熏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木头熏的那种 有点BBQ的那种感觉 它只有一点点的雪梨桶的痕迹在 一入口有一丝丝的甜 然后后面全都是那种 茶叶的那种甘甜的那种味道 就不甜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没买过这个人 就每次喝 这个就好好 Berry我还挺喜欢 但是说真的 它给我的印象 喝少的时候 它会更多的果香的味道 它果香的味道 你喝大口一点的 它就烟熏的味道 所以这个也是Rachel在做的 好吧 行 那我来喝第二个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 有点背离 等一下 这个味道 是不是 我知道了 蒸过的蜜枣的味 你们家蒸枣吗 不是 怎么不蒸枣呢 可好吃了 就是 我们泡枣不蒸枣 不是 你要把这个枣 有的枣子不好吃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北方人是会把它蒸 蒸成枣的高 不是 就是吃它软的 蒸过的 这个酒一闻 就是蒸过的枣子的香味 我倒在里面 闻到了芝士的味道 是我很喜欢闻的一个味道 但是这明明不是 狼肉的味道 对 所以 我纯粹只是想让你试一下 这个酒 就没有那种海盐 那种鱼腥味 那种贝壳 完全没有 完全都没有 这不是狼肉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 闻起来很好闻 是挺好闻的 就特别特别好闻 就不是狼肉的味道而已 喝到嘴里吧 是不是 我觉得 还行 这太淡了 有点像甜水 它整体的味道就太薄 你这个你必须得把它 那狼肉的21年 没了 没了 我们都喝光了 那个21年 好像是 我好像藏在这里 有 对 拿来 拿来 我们来试一试 零食加 这个就是 真的十分半个的那种 对 就那种 你美味 然后那个鱼腥味之类的 咸味 真的 这是跌宕起伏的那种 融开 炸掉 然后一直延续的那种 对 这才是一个21年 就是说嘛 这个21年 我觉得就是 就是出来骗人的 今天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以后一看到这个 它这个版本的情况不用买 真的 纯粹片的 而且这个也不便宜 这个在网上买也要差不多600 那么贵 所以他在买的时候就会写 这个 这个不是真 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不是坑人吗 对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就是坑 就被坑到 行行 我们先把酒拿上来了 别 别费劲 今天这期绝对是个彩雷视频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分别的价钱 然后我们再开始吐槽 Banerac 21年 这瓶酒大概是300多美金左右的样子 然后度数是一个46度 然后是一个2018年的款 他买的这瓶21年的Longro 是就是美国的一个wholesale的import 其实他这边也是他们在进口 是他在进口 但是这个是为了他去装桶的这么一个 他的度数是40.1度 然后用的是狼母酒桶 那正版的这Longro的21年 它是46度 然后他们两个的售价 在网站上就是外面的零售价 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雷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买这个40.1 至少是不要花600块钱去买这个 我觉得300块钱我会买 400块钱我也会 300我也觉得有点高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我觉得有点高 因为它太薄了 这酒我能喝 对你相对你 你在喝这个21年 它整个的厚度要相当于它两倍以上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后面的 那个字体都有放的 就是下面不一样 哦 它贴的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 然后前面前面也是 前面的21大家可以看的 这21是明显的不一样的 明显的不一样 这不就是让我们这些酒鬼来找错误吗 这一不小心就入坑了 太难了 有点伤了我的心 但是你也没少喝 你看看 你看看什么时候买的 一个多月 那已经一半没了呀 一个多月两个月 你是给随身边所有的人都吐槽了一遍 然后就是 太好笑了 我就 好惨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能好奇还是猫 先看了我们的视频再买 会比较保险一些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长了酒 记得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